今天要講的主題是Spring Module List 我是Eden Lee 目前任職於國泰金控 主要就是國泰金控速速發 工作內容主要就是雲端相關的開發 那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場的嘛 所以大家就趕快講一講 然後讓大家能夠放假 那這是今天的agenda 那就是前言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 以及它能夠幫我們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那最後有個範例 那什麼是Spring Module List 它是主要能夠協助開發者 能夠實作邏輯的模組 在Spring Boot的application裡面 那何謂邏輯的module 其實就是各位所謂的業務邏輯 那Spring Module List 其實它其實是延續了一個在Github上面一個專案 叫做Module List的專案 只是說在Spring Module List 它是用Spring 3.0 然後Spring Framework 6 Java 17 來做後續的開發 那它在今年的8月21號 有一版第一版的1.0的GA 那最近它有所謂的1.0.1版 然後也是在9月的時候發布的 那原本的Module List的專案 它就是已經進入到一個維護的階段 然後它不再更新了 那只是說如果有些專案 你們不是使用到Spring 3.0的話 它是支援是到2.7 那什麼是Spring Module List 其實它是兩個字的組合 就是下面的Spring Module Module List 它其實就是擷取紅色那兩個部分 然後把它組成一個字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稍微說一下 什麼是Module List這個名詞 那其實Module List先破題好了 它其實是一種軟體架構 所以它不是我們常常使用Spring 一些Library的一些什麼Spring的原件 它不是 它是一種模組架構 那在講模組架構之前 要先講大家最熟悉的一種架構 就是單體式架構 就是Module List 那Module List這個東西 我想從學校 不管從學校 或是從任何地方 大家一定會先教 所謂的MVC 就是UI Business Data 把它包出來變成一個WAT 或是一個EAR檔 然後就是部署到Tanket 或者是WebSevel WebLogic上面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 它很簡單 因為你的所有的畫面 業務邏輯資料存取都在同一包程式裡面 那它也很好的來做測試 因為你的所有資源都在那上面 就所有程式嘛 那它也很簡單的部署 反正打包完就是一包程式 放上去就結束了 然後它也成本很低 就是一台主機 一台Notebook 就可以達到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網站出來 那它的缺點 其實就是 畫面 Business 還有DataLayer 其實大家都綁在一起 所以你沒有辦法 同時把一個模組抽出來 甚至說 你想要用替換掉 目前的專案裡面 某一個Library 比如說 你原本是用MyBetis 你想要換成Hypernet 那你恐怕是整個專案都要 Reflector 重構 那它的 接下來就是它很難做擴充 因為 你步上去就是一包程式 那你想要擴 那你一定就再起一個Server起來 或者是一台主機 那一樣 更新 就是你有任何版本更新 大家都是相異的 就比如說 弱點 弱少 你今天有個Library有個弱少 有個弱點 那相對的 你要修補這個弱點 也許不相容 甚至 它就是修補不了 然後最後 它就很難維護 因為 基於上面的這些問題 它就 頭頭會變成一大包程式 好 那 如果 各位是有一個有經驗的 就是做個兩三年的 工程師 甚至 你們在一些軟體公司 專案公司 承接了前人的專案 或者是 你在一個專案 待了一陣子 就是從 左邊開始 大家在開始一個新的專案的時候 都會想說 我的架構 要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呢 就一定會有一個人 跟你說 我想要這個 這個 這個 但是我希望 下個禮拜 會要用好 或下個月 或是下一個 費事 但 結果是什麼 這個就是所謂的單體式架構 最常的通病 就是 到後面 就不會是你們預期的樣子 好 那 這個 就是一個所謂的 單體式架構 它的long life 當今天有個需求發生的時候 你們評估完一個需求 認為說 我應該只要改某個地方就好了 可是 應該會發生所謂的 改不動 或是要大改 你 就是如同 上面這句話是說 你以為你是拿到一根香蕉 可是你實際上是拿到一整支歌劑啦 那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其實在 呃 有一個叫 有一個名詞叫做 呃 大泥球 呃 Beatball of Mud 的一個名詞 來解釋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 什麼是Beatball of Mud 它其實就是 其實我們看最下面就是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這最後一段話 就是 就是從常就因為業務壓力 人員移動 然後增加有沒有需求 導致的一個開發的情況 好 那什麼是Module Monolith 其實 以中文的翻譯直說 它就是模組化的 單體式架構 它還是 它還是單體式架構 但是它把裡面的軟體架構 切分成一個一個模組 那它就是剛剛講的 它就是 呃 它是把一個 它是把模組化設計的優點 去放到所謂的 單體式架構裡面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它主要的好處就是可以去把 業務邏輯 劃分成一個一個模組 然後每個模組是互相獨立的 互相隔離的 它不會就是 就是像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銷售系統 那你們大部分都會碰到是說 如果有辦法可以把 訂單的模組跟 產品的模組分開 然後 你改了訂單的模組 是不會碰 是不會去修改到 產品的模組 這樣子 其實會跟 會幫助大家在開發的時候的成本降低 那這樣子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你把 呃 模組 呃 對不起 業務邏輯都模組化了 所以日後 你需要 做到微服務架構 的時候 其實你就直接把那個單一模組抽出來 變成一個服務 然後就上去了 那你其實 就是 有點像是片狀 片狀 就是把你的專案就是一個 就是一塊一塊一塊積木這樣組起來 好 那一樣 呃 什麼是 這個是一個 模組 呃 模組 那個 modular 的一個概念圖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是跟 它跟剛剛一開始的單體是加工 它有差別 它是把 每一個模組 每一個module 它要把業務邏輯去切分成 module A module B module C module D 那業務邏輯每個模組之間 他們的溝通是透過API 或是Event的方式來溝通 對 那其實這個會比較像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DDD 因為DDD也是把 都有個概念就是說把各自的domain切出來 然後不要互相影響 然後 domain跟domain之間是透過Event或是API來呼叫 就是保有自己的 保有自己的domain 自己的domain的一個 一致性 那 一樣 就是它的優點就是所謂的 它其實減少了複雜度 就是 當你今天改了A模組 可是你應該就可以很確定是 你不會影響到B模組 C模組 D模組 那它會如果 那它會比較好的來做重構 因為你今天重構A模組的程式的時候 你其實不會影響到B C 其他模組的原本的程式架構 那它因為你因為每個 呃 業務邏輯都新獨立了 所以它會比較好來做維護 對 然後對於整個團隊其實 分工會更加的簡單 就是只要負責 嗯 你只要你就是負責A模組 誰就是負責B模組 但 呃 缺點就是一樣 因為它還是 本質上它還是一個單體式架構 所以 它還是會使用到 單體式的缺點它還是有的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呃 支援 對 然後 一樣是比較複雜在做 scaling 對 那 那它跟單體式 唯一的區別是它的測試變複雜 因為你把你的程式模組化 所以相對的 你再測試起來 就沒有像 呃 之前使用 單體式架構的方式 就是這麼的直接 好 那 這張圖 其實是在說了一張 說一個 定義就是 呃 如果我們把所謂的 呃 畫成一個四個向線 那 橫向是 呃 橫向是 是從 單體式到 模組化 呃 橫向是 實體的分散 到 實體的分散 就是從單體 呃 一體積到分散的 就是 分散式架構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右上角就是 Micro Service 因為 呃 它是把每一個工 每一個服務都切單 單獨的模組化 而且它是實體上的 就是來做 呃 分散 那 右邊 這一個是分散式的單體化架構 那其實它就是 很像是我們 嗯 大部分啊 就是你的機房 如果像 很多銀行的網銀 也許會有很多台的主機 然後前面用一台Low Balance 去把每台主機串起來 那這個會比較像是分散式的單體式架構 那 今天所講的 Modular Modular 其實是在右下角這邊 它其實它 它有的是 呃 實體的單體化機 的 主機 但是它是具有邏輯的模組化的架構 好 那 那 這是一個架構的演化論 演化 那 對 那其實就是從 我們從 就是從 左上角開始看 它就是一開始一定是單一的contents 然後單一的系統 那之後 因為需求的變多 業務的成長 我們會把環境變成是 切成是 多個 contents 但是它還是放在同一個機器上面 但是這樣子 有一天發現資源不夠了 我們就會切成 多個 contents 在每一個 系統上面 最後就是 導到微服務者身上 好 那 一樣 其實這個是一個 就是 一個 著名的漫畫 對 那 就是 就是 因為現在 不管是很多 大部分 很多公司都希望系統上映 但是 我們都有會有 是所謂的技術在 因為舊系統 都會是 可怕用了好幾年 然後 也不一定都是 微服務 也不一定就是 一開始設計就是 for微服務 可怕都是 單體式架構 用MVC的方式 可是 老闆跟你說 欸 對吧 台灣都很喜歡 欸 雲很夯 所以我們都要上映 然後 今年就是AI很夯 所以我們都要做AI 可是 老闆會在乎 你的系統原本長什麼樣子嗎 對 對 就像 最右邊 用Cubernetes就可以解決 上映的問題嗎 好 那 大概花了15分鐘 講了 前面這些東西 那我們先回到 今天的重點 什麼是Spring Modulus 那 好 它有什麼特點 第一個 就是 它是 用 模組來驅動 然後是用 對不起 應該是說 它是用Domain 來 做一個模組的劃分 所以可以把每個Domain 就當作是一個模組 那第二個是 它可以來幫你驗證 每個模組之間的 合理性 第三個是 它可以幫你單一的做 單一模組的整合測試 以及 它可以幫你產生出文件 那 最後就是說 當你今天上線了 如果你有需要 你也許會希望是可以監控 每個模組的一些 目前的行為啊 或者是一些 一些系統資訊 好 那 這張圖其實是 主要是來跟大家說 它 就我剛剛講的 Speed Modulus 它希望 每個專案 就是 系統這個專案裡面 它是依照模組化來區分 那 它跟我們之前 大家習慣的 好的 對不起不是是習慣 就是反正 不管從課堂開始教 或者是你去天龍買書 對 或是怎麼樣 或是你去看 Spring 最一開始的 開始的 一開始的一些 介紹 大部分都會跟你講的是 左邊這個架構 我們切MVC Controller View 跟 Business Service 的方式來去切 所以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專案 應該會長得像左邊這樣 那 Spring Modulus 它希望 各位 我們使用這個 使用這個 Library之後 希望是能夠 變成是像 右邊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我們用 以這張圖來說 它其實是有 Book Order 跟User 那 Book 就是一個模組 那User 就是一個模組 Order 就是一個模組 每個模組之間有裡面 有各自的 Controller Service 對 那 它這樣子就可以做到 所謂的 你今天改了 Pose裡面的程式 其實你就不會影響到 其他的模組 而不會像之前 對 大家都混在一起 你不曉得 什麼是什麼 那某種程度而言 因為大家都混在一起 你不一定真的能夠區分 這一個業務邏輯 正是屬於哪一個模組 是屬於User 還是屬於Order 好 那 延續剛剛講的 就是在Spring Module 他希望我們做到就是 By Domain 就是業務邏輯來去去 來劃分出每個模組 那我們 這邊可以說 它是怎麼區分的 這是一個 Java 不管是Maven 或Gradle的一個專案結構 那 假設 Application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Spring Application 的annotation 它會以 這個為基礎 假設說它是放在 Example下面 下面的下一個 Sub Package 其實就是 Inventory Order 它其實就是 它預設就 它就會把它視為 是一個模組 你不需要特別的 再去設定 那像Order下面 它有一個 巴拉巴拉 OK Inventory下面有個 Internal 它會視為是 這兩個模組下面的 Internal Package 那這個概念 其實在 Spring Modules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 它會幫你把 它不希望你把 Internal 裡面的 Package 的 class 是可以隨意的 讓其他模組使用 它希望你是可以用 API的方式 有一個統一的界面 就是它希望其實 某種程度 就是我們Java 常常說的 封裝 溝通 就是 希望是用 interface的方式 來去做 溝通 然後其實實際上 你是不需要去了解 它實際上底層是哪一個 實作是哪一個class 那 大家其實在文件上面 其實有特別說 Application Module 它是需要 注意的哪些地方 是第一個 剛剛講的 是透過API 來去 來去告知其他模組 我提供什麼樣的功能 那不管 然後 然後 並且是使用 Event的方式 來 publish到其他的模組 那 Internal的 package 它是 不支援給其他模組 來存取的 所以 你的API 你的 這個所謂的 Export API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 你的Swag 你的Open API的規格 每個模組跟模組之間 就像是 我呼叫這個API 只是 你是在內部 那如果你是像微服務的話 你可怕就是走 Race Template 或是Find Client 之類的去呼叫 那 這邊也有說 參考的API Event 甚至設定檔 最好就是當作是 使用一個Interface 好 那 接下來就會說 所謂的 它 你可以 其實 剛剛有說 前面有說 Internal的package 其實是 不能被其他模組存取的 可是 你真的在實務上 其實你會發現說 如果我今天有個 Utility的一個package 共用的模組 我 它就是一個 Static的一個class 可是 你怎麼可能幫它 做成一個Interface 去做 那 這個時候它其實 會是 當然有另外一個方式 它會透過一個叫做 在Java有一個叫做 package-info.java 它其實就像是 幫這個package 做一些metadata的一些 資訊 你可以像這樣設定 以剛剛的例子來說 以Sample下面 它有order inventory 還有user 那我可以定義一個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它預設會是order 會是一個模組 但是 如果你想要rename它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order 你可以把它改成 order A 那它對外的模組名稱 就會叫做orderA 那相對的 order下面的 巴拉巴拉 這是剛剛的是 internal的部分 它是不建 它是 是不建議使用 而且預設也是 不開放的 但 你也可以透過 設定它 一個 name 就是剛剛講的 模組名稱的方式 然後 先定義它一個模組名稱 並且在你所希望要用的 引用order 還有order巴拉巴 這兩個 的package 去允許dependency它們 那 其實你這樣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每個模組跟每個模組之間 它們的關係是什麼 對 其實某種很多東西 其實你如果在日後 一些 像是管理上面 或是 想要確認一些 資訊的時候 其實是 package info 就是幫你已經建立出 模組跟模組之間的關聯 這條線 好 那剛剛有講到說 它這個 Sprint Modules 它提供了一個 所謂的 驗證的功能 那 它怎麼驗證 它提供了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 它可以驗證你模組之間的 正確性就是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 你程式上面 裡面 如果 硬去 import 一個 internal的 的 的 Java test Sprint 好了 那 你可以 你還是可以使用 對 可是 你可以透過 unit test 的方式 去找出 哪一個 是 違反 它的例子 違反它的 規定的 方式 所以 某種程度而言 它其實就是幫 其實它 底層其實是用 Arc Unit這個套件 去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那 我相信在 各位在做專案的時候 每個團隊都有一定所謂的 團隊規範 就是coding style 那 它其實在幫你做一個 最基礎的coding style 它不希望你模組跟模組之間 是隨意的去 去import它 去使用它 那接下來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那個Display Application Module 它其實是可以幫你把 你目前專案 所使用的模組 跟模組之間裡面 有哪一些 Sprint的bin 把它Display出來 對 那後面有一些例子 好 那我們先講驗證模組這部分 那它主要驗證有幾個路 第一個是 它會幫你去驗證說 你的模組之間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那個就是造成一個 無窮回去的情況 它就是no cycle on the application module level 第二個是 它會幫你去確認說 你的模組 如果你 如果你都是就是 是不是都只有API package 就是所謂的 public的 interface 是不是可以 有沒有去 講白了就是 你有沒有去引用到 internal package裡面的東西 它會幫你驗證 那 第三個其實 就是tosic option的 就是說 就是剛剛有講到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用到 internal裡面的 物件 的Sprint的物件 那你就是用 allow dependency的方式來做 那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它會 它會 這樣講的 它會 它會幫你把 目前專案的 模組 印出 就是它的一些 資訊印出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 module for each c turn out print 它預期就會 它會印出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 我們 可以看到下面這張 可以看到是說 你可以看到 我有一個模組叫做 order 有一個模組 叫做 inventory 那它的package 在哪裡 是在module 下面的order 那它的package 是在module 下面的inventory 那我的module 下面一定會有一個 spring application 的annotation 就是那個class 就是 spring initial 的class 那它 接著它會跟你說 你在這個order下面 定義了哪幾個 interface 第一個是 ok 另一個叫做order order的一個 的interface 然後有個something的 對 那wakama就是說 它的名字是在order 下面的 巴拉巴拉 那其實我們可以再看到是說 這邊 每一個spring bin前面 它有一個加根圈 加根圈的定義其實是 這一個 souncing inventory API 它是public的 你可以是去使用它 那 所以你在驗證的時候 就是前面的verify 方式的時候 它是ok的 它是允許的 如果是chain 它會說它其實是public 它其實就是放在internal package下面的spring Spring的 Spring bin 那照理說你是 沒辦法去 存取它的 好 那接著是說 剛剛講的它的第二個特色就是 它在整合 它可以單一整 獨立的單一整合一個模組 那 那一樣就是它其實 它其實有一個叫做scenario的一個參數 你可以透過這個參數來去做情境的呼叫 那當然它有一些比較更細部的一些設定 對 它自己也有一個叫做application module test 它是跟我們之前常常用的Spring boot test的比較不一樣 它這個是Spring module 是自己所定義的一個新的Spring annotation 那ok 那接著是 有時候我們寫完程式 總是會有人說 我想要你畫出架構圖 或是說產出一些文件 那我們恐怕就是 把每個java class打開 每個開始點 每個點出來 然後每個開始寫 對 那如果使用Spring module test 它提供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自動幫你產生相關的文件 它可以產生C4格式 或者是UM跟UML的格式 對 然後你大概只要在你的test這邊下這樣的語法 它就會針對你整個專案去產生出所有對應的文件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說它其實產生出來的文件會長這樣子 就是 它會跟你說誰 就是以左邊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UML的格式 它會這樣直接產生出一個檔案出來 那它會跟你說 那它會跟你說 Wallhouse 它 listen to inventory inventory listen to order 那它是以模組 模組之間 它不會細到是說 哪一個開始去listen誰 你可以知道 如果你是使用 它這邊會改成是usage 那右邊這一個 它是會跟你說 這個package 這個基本的module的package 那一些諮詢 你下面有Spring boot的component 然後edute 然後publish的event有哪一些 那就基本上 一個基礎的一個文件 就可以產生出來 那其實剛剛有講到是說 Spring modules 它希望你是使用 interface的方式 來去export你的API 然後希望模組跟模組之間 是用event的方式 其實這會比較偏向是 有一種 就說是event driven的方式 在做 來做開發 那 那所以它有定義 它有一個annotation 叫做application module module listen 那這個annotation 它其實取代了三件事情 就是下面三件事情 async translation event listener 跟translation 所以你只要用了這個annotation之後 它其實會幫你做了這三件事情 但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是單體的架構 我們不像是說 像微服務 你可以把東西丟到一個 那個 pop sub裡面 或者是一個 卡夫卡裡面 然後 就可以暫存 對 那這樣 可是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單體是架構 所以我們有的是只有資料庫 那如果今天一個event 它其實如果 像剛剛講 下面兩個情境 如果你這個event 是listen 它是event 是loss了 就是ok event 實際上沒有丟出去 或者是說 你這個event 再做到一半的時候出錯了 那你這個event 就不會再去執行 就它就掉到地上 那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對這套系統其實是有問題的 對 那 他想的 Spring Morseless 他提出的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 來彌補這兩個問題 他 有提供一個event publish 的registry 他其實就是 其實 講白了就是 當你今天發生了一個event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event的紀錄 包含 呃 event的type 它的內容 寫到資料庫 然後 他會有一個欄位叫做 completion day 那如果這個event 處理成功了 他會壓上處理成功的日 的時間 那 那 可是如果你今天很不幸的 你的系統 all of memory 掛掉了 那 他預設 當你系統 下次重新 啟動的時候 他會去執行 他會去幫你重新執行 哪一些event 其實是沒有完成的 所以他可以確保是說 呃 你的event一定都會可以被完 呃 完整的執行下去 好 那最後面其實是 系統上限了 那 如果你們有維育能源 希望能夠監控一些系統的information 對 那他也提供了像 他也提供了一個像是可以提供一個監控的一個功能 那 其實就會比較像是 那他 比較差別就是像綠色的部分 就是 他可以擺一個 他可以擺各自的application module 來各自監控 那就是像是下面這樣子 呃 我啟用了一個 ecocter的一個end point 那他的預設 他位置是majolist 這樣子一個end point 那如果你這樣打了 他預設他會出現 這樣子的information出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你的系統到底是提供了什麼樣的資訊 好 最後就是demo 請等我一下 好 好 那 大概就是 時間的關係大概就是幫 就是demo兩個部分 就是我覺得 呃 大家比較會常用的 那我們第一個就先來看一下 呃 驗證跟文件產生 就是你如何去做到 確認說你的模組是 就是他會幫你驗證 你有沒有去使用到 那個internal的一些模組的部分 ok 好 那就是這邊我呃 我這邊有三個模組 那首先 ok 我們先我們先跑第一個就是說 我先跑所謂的就是看我現在這個 目前這個專案下面有什麼模組 那那個模組裡面提供了什麼樣的Spring的Beat 好 好 就像這邊所看到的 嗯 這樣看的到吧 應該看 看不到 靠腰怎麼辦呢 呃 等一下喔 白底喔 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為已經習慣黑底這樣開發了 反白嗎 ok 試看看 沒有用嘛 好啦 這樣子不行嗎 還不行嗎 好 我知道了等一下喔 等我一下喔 這樣子可以嗎 OK 等一下喔 我現在要調 好 好 好 這樣子其實 呃 呃 對 對不起 請大家多見諒一下 那其實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這個專案裡面 它其實是有三個 有兩個模組 然後分別是Department跟Import E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我Department有一個 Public的一個 interface 叫做Public Department Utels 那 我有三個 是Internal 是Public 是Potetic的一個 物件 那Import E 有三個 也是Potetic的一個物件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我的Public 是Public Utel 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一個 放在 Department下面的一個 單純的Spring B 那我放到 Controller下面就是 這些是剛剛在 印出來的 它其實是Potetic 它其實也是一樣的 是一個簡單的Spring的Rest Controller 那我繼續 那在驗證這邊 現在應該都是會過的 因為 我現在並沒有使用到 有 引用到其他的東西 所以 我的Test 應該OK 那 如果我今天去 引用了一個 不應該引用的東西 就是 比如說 我在 我在這邊 我引用了一個 在 Department下面 它是個Potetic的一個 的物件的時候 那 其實它會跟你說 你不可以使用這個物件 因為它 並沒有在 Department被Spring出來 那 我不管 如果我不是用Eclipse 我是用其他的ID 甚至我用NoPay的 OK 也許你這樣程式還是可以Walk 但 如果你執行了 Verify的部分 你這時候 你的TestCase 就不會過 那 所以它可以幫你先做到 第一步的是 你有沒有符合Spring Modulus 的一個 最基礎的規範 然後它這邊就跟你說 這個Eclipse 是沒有被Eclipse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再回到 剛剛是使用Name Interface的方式 還有 使用 Allow Dependency 的方式 去把它 去使用 去 允許它使用它下面的東西 那 因為時間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 應該就是在 Demo一個 文件的部分 等一下 我可以產生出 UML 跟CFord 規格文件 那 它產生出來的文件 它會放在 你的 View下面的一個東西 你有看到 我這邊產生一個 Spring Modulus Dust 的一個Folder 那 它預設是 這個是 PUML的 附檔 的文件格式 那 如果我事實上直接 在Eclipse裡面 我裝了一些 Extension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 簡單的Viewer 就可以呈現出 像這樣子的內容 那 像剛剛還有另外一個 是 一個 文件 它也可以就是 這樣子 自動幫你產生 這些東西 所以 你就不用再去寫 那些 自己在手動 去寫那些文件 對 好 那 因為下一個 demo 會花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 時間不夠 那 我今天的報告 就先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